那自然导向就是跟日常生活的連結 這個你剛剛講起來很玄 但是做起來很簡單 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你在教任何新的東西的時候 教完那個技術的部分的時候 它也實作完之後 你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讓它聯想或者是探索 或者是觀察跟現在生活裡面的現象 去做結合 比如說 我今天如果學到一個 比如說我教電話 我教一個數位輸入 所謂數位輸入就是像開關 它只有開跟關兩種 兩種模式叫做數位輸入 那我就會發一個曼陀羅的學習單給他 中間就是數位輸入 請你回去觀察一下 或者學校觀察隨便你 明天就是要教這一張 外面曼陀羅外面有八格對不對 只要是屬於數位輸入這一種的 你就把它寫上去 所以它就走在路上 回到家 它就會觀察 什麼東西是只有兩段 比如說電鍋的開關就是只有兩段 對不對 電燈的開關也是兩段 我去那個鬼屋去玩的時候 我碰到那根線那個鬼就會跑出來下來 那碰到也只有碰到跟沒碰到兩種 這也算兩段對不對 還有古典字約理論刺激反應也是兩段 有刺激就有反應 像這一種它就觀察 有的東西它會寫上去 就達成跟生活的連結 所以它就知道說 原來這個概念在生活上是這樣用的 所以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 第二件呢 要發揮一想像力 所以我一樣是那一張 一樣中間寫數位書物 八德請你寫 你沒有看過 但是你覺得這個原理可以用在這邊的 人的大腦很奇怪 沒有格子給你的時候要想是想得出來 就像寫作為一樣 一張空白稿子給你 想整天想得出來要寫什麼 可是如果有給你格子 你就會很容易把它填滿 所以不管你是給它自己思考 還是跟同學一起討論 他就會想說 它是開關的 那所以 我在桌上挖一個洞 把那個數位開關放進去 那我杯子如果放上去 我就開始計時 如果經過兩分鐘 你沒有離開過 表示你沒有喝水 那我就提醒你要喝水 那是不是它也是兩段次 也可以這樣用 對不對 然後我放一個 一個紅外線的 紅外線是那個 距離偵測的 我放在操場旁邊 那我如果跑步的時候經過它 下次再經過它 我把時間記起來 那我就可以距離 除以 時間 等於速度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做各式各樣的應用 好 那所以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沒有發生過的 但是讓它去想像 天馬行空隨便創意都可以 你只要做了這兩件事 素揚導向跟創造力就同時兼具 所以課堂 教的東西要跟素揚導向圈上 關係其實非常的簡單 唱作力剛剛講過了嗎 它是想像力落實的能力 好 那這個就很難 因為這個要教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好 第一個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系統拆解 然後你要教它那個工作清單的方法 以前我們去補習班兼差的時候 然後他就 補習班老闆就給了一張班子 上面就寫著密密麻麻的 然後 它是條列式的 然後就畫一格 櫃檯要把掃 再畫一格 班級黑板要插 再畫一格 就這樣一條一條一條 然後跟我說你下班前呢 全部要完成 所以你每一件事做完的時候 就打個勾畫掉 打個勾畫掉 這叫工作清單 那配合我們剛剛那個 如果新制圖 你把它拆很多系統對不對 所以我這一件事情做完 我就打個勾 這一掛就做完 就不用再看了 那這個做完就打個勾 這一掛就不用再看了 或者把它收起來 那你就會知道說 我的時間剩多少 我還有哪幾個還沒做 我要怎麼分配我的時間 我要抓什麼時間去做 這個都是要教的 你不教學生就永遠不會 永遠是背道 但是你教了之後 教一次不行 教兩次不行 教三次 教四次 就讓他去想 讓他去做 他只要養成習慣 這學生你會做自動 那可是目前第一個階段 這些規範是你給他 方法是你給他的 那你到了第二個階段之後 你怎麼做 這比較難一點 高年級以上 你要第一個階段 要他很順 才可以往第二個階段跳 甚至包括那個腦袋監控的事情 也都是第一個階段要學的 就是說比如說 你可以安排那個學生每一天來學校的演算法 就是說你跟學生說你就定好 每天一到學校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作業放到後面的櫃子上 第二件事情 把水裝好 第三件事情 怎麼裝 就 條例需要 然後 一開始就跟學生講說 你們每天到學校來 就先照這個做 他如果忘記 我們說過每天到學校來 第一件是什麼 第一件什麼 提醒他一下 提醒一下 第三次再提醒 第四次再提醒 第五次他就會跟你說 老師你不要講了 我知道啦 作業放那邊嘛 他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了 第三次 第五次 眼神飄一下 他就 我有點趕快拿過去 第六次以後自動了 好 他自動之後就會習慣成自然 所以以前我們在西寶的時候 我們的中生 我們不是一般的中生 我們每一個中生都是不同的音樂 我們就訓練去 訓練用音樂去制約小朋友 音樂管理 就制約 制約比較慢 音樂管理 學生一聽到這個 馬上就去後面拿掃把就開始掃地 不管你老師上課有沒有說下課 不管老師下課有沒有 他只要聽到這個音樂 他馬上去後面拿掃把開始掃地 所以他如果有些監控機制 比如說 你要剛講那個案例畫圖 上美奧課怎麼樣畫得好 你就把那個監控的機制加上放在腦袋 你自己一邊畫要自己一邊看 你不要等畫完再找老師來看 一邊畫你就要一邊看我的構圖 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或者好像感覺到跌倒還是怎麼樣 我的顏色豐不豐富 有沒有符合我現在的心情 就自己會去看 所以那個都是屬於第一個階段 自我學習的第一個階段 他會監控 然後慢慢的會自我管理 然後再上課 你覺得這個學生這個都做得不錯 你就要開始教他怎麼產生自己的方法 因為老師給的方法是基於老師的經驗 去產生的方法 不一定適合小朋友用 但是如果他覺得你的方法不錯用 那你就可以跟他說 現在我教你怎麼產生你自己的方法 所以比如說我們在背那個歷史 背社會的東西 我到現在唯一記得的就是那個八國聯軍 二的畫面就是熬一音 對 其他我都忘記了 就是為什麼我的社會科分數很低 但是為什麼這個我忘記了起來 因為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就要把這些要背的東西 你就大概跟他講一下 你就大概用新制圖怎麼分析 分析之後把那個重點抓出來 變成某些重點 架構 然後這時候第三步你就要想說 我怎麼樣用一個故事把它串起來 那個故事最好還是有畫面 有味道 有動作 如果他可以編出一個故事 把這個東西串起來 然後你只要帶著他把故事順兩遍 眼睛閉起來 讓他開始講他的故事 講完所有的東西就跑出來了 那所以這是第二階段 我們要訓練他自己去產生自己的方法 然後之後才忘記 國小到這邊就非常不得了了 如果你國小已經能訓練到這樣 你的學生絕對是學霸 不要說稱霸你們學校 我看稱霸整個花蓮士都可以 所以自武學習也是要學的 他21次會養成習慣 那是書上講的 反正你要看個人